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诚意在业内的口碑非常非常好 好到我觉得是会让一些人同情他的地步 因为这个哥们是一个戏痴,戏疯子 除了拍戏,没有别的爱好 像他这样的一个人是不会塌房的 如果他都塌房了,那娱乐圈就没有干净的人了 这是著名导演对诚意的评价 在这个几乎人人谨言慎行 说话得绕八百道弯的年代 这么直白真实的评价真的很难得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演员 可以得到导演这么高的评价 诚意,一位最近因为古装武侠剧《莲花楼》 在演艺圈中大放异彩的演员 他的敬业精神和出色的演技已经广为人知 在过去的几年里 他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才华 呈现给观众多部优秀的作品 深受众多剧迷的喜爱 诚意虽然是流量明星 但在演戏方面非常敬业 他将自己完全沉浸在角色中 甚至为了剧情需要 不惜冒险拍摄高难度的戏份 比如在电视剧《莲花楼》中 在拍最后被肖子金逼到 段少师跳望江那场戏时 跳望江的戏份竟然是 无替身的实景拍摄 从现场图中可以看出 拍摄难度极大 甚至让人看了都心惊胆战 但诚意却毫不犹豫地完成了 这个危险的动作 展现了他作为演员的敬业精神和勇气 在拍摄一场雨中激战的戏时 工作人员都担心雨水过大 但诚意却要求再来一些 他说 没关系 哥 你们不用心疼我 今天就干到底 这种一切为剧情服务的敬业态度 在当前的流量明星中真的太少见了 除了态度之外 诚意还以实力证明了自己 他在电视剧《莲花楼》中的武术动作完美拿捏 一场红丑舞剑更是惊艳了观众 他的动作行云流水 看起来丝毫不费劲 给观众们呈现了一场视觉盛宴 诚意不仅在演戏方面非常出色 他在生活中也有很多美好的品质 他热爱演戏 但并不追求剧外的利益纷争 他说如果有一天他发现自己状态不好了 他可能会随时抽身 这种心态真的很酷 诚意是一个高度自律 扩大通透 清醒 能吃苦 正能量 非常热爱演戏的演员 他始终保持住一颗淳朴的赤子之心 愿意为了所相信的事情付出不寻常的努力 虽然诚意在拍摄时言语律己 但在戏外却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性格 他年纪轻轻就活成了老干部的模样 甚至被狗仔吐槽为无聊 有一次狗仔跟随诚意半夜出门 结果发现他竟然是去钓鱼 而诚意发现狗仔之后 还向他道歉并给他买水喝 听到诚意的这个理由后真是惊呆了众人 他竟然说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醒了 但是鱼还没有醒 不得不说诚意有时候是真好笑 诚意曾说过 所以我们不要对于每一个人去下定义 因为你不了解他 这句话不仅点明了他的处事之道 也提醒我们不要轻易地对他人进行评判 好的言语能够脱口而出 诋毁的话请三思而后行 对于粉丝朋友们来说 一定要知道语言是可以杀死一个人的 好的话可以带来美好 而诋毁的话则会无形中伤害到别人 因此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用良好的语言和心态去面对身边的人和事物 传递正能量 诚意与敬业的精神和出色的演技给观众带来了多部优秀的作品 同时 他在生活中展现出的美好品质和正能量的言行也感染住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期待他未来更多精彩的表现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